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已经在我们这边投资新能源 还有一些高科技的领域 包括还有一些5G什么的 反正就是他在投资一些我们比较领先的一些领域的话 他是已经主权基金 就是国家的主权基金 他已经往我们这边已经投资了超过5万亿 应该是5万亿的美金吧 然后因为他们长期都是就是吃能源饭的嘛 就是自己的石油啊天然气这些 总归有一些资源耗尽的一天 但是他们手里的钱你必须要做长期的一个战略规划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就 目光就投向了我们国家 其实对我们的发展合作啊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挺好的 我觉得 现在因为很多国际形势非常复杂嘛 所以到处都是 像俄乌战争啊 还有那个巴以冲突啊什么的 这个有些东西真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它也不是单单的说就是两个民族之间的一个领地之争 这个真的很复杂的 不是单单的那一个领地之争的事情 其实背后呢 有很多深层次的原因 所以咱们前天晚上的话就聊那么多就是这个原因 其实还是浅浅的聊一下 你们有时间的话可以去搜一下这方面的新闻 这个事件的话 其实也是变相的 也给了我们一个喘息的机会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给我们可能就是在一个 科技战呢 贸易战呢 还有金融战呢 给了我们一个喘息的机会 而且的话 给了我们更加的把我们的一些立场啊 然后迅速的联合在一起 这是一个联合计 其实 希望我们的好日子早一点到来吧 希望这一次能够有一带一路的高峰的会议结束过后的话 希望我们有一些动作能够尽快的出来吧 这样的话也能够让我们早一天的话能够 香港那边的话能够正式的向全球散户能够开放 金融业的话能够正式的开始对全球敞开大门 这也是我们所期盼的 这个哈马斯的这个突袭的事情啊 其实它的起因是源自于沙特要和大金毛要去谈一个合作 谈什么合作呢 美国他希望沙特能够增产石油 然后呢降它的通胀 大家都知道石油和美金它是一个捆绑的嘛 对吧 因为美国的一个加息 持续加息 然后呢导致它的通胀非常的厉害 他希望沙特能够增产原油 然后降它的通胀 然后沙特呢一直都没有这样做 他希望拿这个作为一个条件 然后呢沙特呢 他呢 他不满足于我们的一个东东的导弹 然后希望美国能够提供核武器的保护 他们在谈这个事情 并且美国呢希望促使就是以色列方面呢和沙特的关系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合作的一些关系 他们还在目前就是在谈 没谈懂 但是呢 因为这个事情呢就影响到了伊朗和沙特的一个关系 伊朗和沙特它自从世纪大和解 握手银河过后 然后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一次正式的合作的一个会晤 也没有双方也没有再次有任何的交集联系 这个事件呢 就会引发到伊朗的一个 它的一个考虑 他就会觉得 这又会影响到整个中东地区的一个团结 所以呢 他就很担心这个事情一旦达成了合作过后 可能中东又面临了一个分别 就是 感觉是冒合 但是呢 其实内心里面已经背叛了他们 就是 就是这个意思嘛 所以呢 哈马斯就做了一个突袭以色列的一个 一个动作 那至于哈马斯背后 到底是谁支持他的 其实这个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你看这个哈马斯一旦突袭了以色列过后 沙特和大金毛他们的一个准备 谈的一个利益互换的一个会晤的话 就暂时停止这个合作计划了 马上就停止了 而且的话 因为沙特他们这些中东国家 是以宗教信仰作为政治正确的一个立场 为方向的 一旦发生了一个宗教立场的一个冲突过后 就像这样的一个民族宗教它的一个冲突过后 他绝对会选择正确的政治立场的作为主导的方向 他绝对不会去违背宗教信仰 然后站在对立面的 所以呢 就无形当中又又把沙特给拉回来了 又站在和中东地区团结一起去的一个立场上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世界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呢 因为伊朗是非常希望中东国家是很团结的 一致抗大鸡毛的 不希望就是沙特去 就是一直的话就是 态度暧昧的那种 所以就引发这样的一次冲突 这样的一次冲突反而就促使沙特的话 立马就划清的界限暂停的嘛 然后又和中国国家又混在一起 然后成了一个联合计 一致对抗这一次的一个 以色列的一个 就是这种 这种好像要灭 灭掉这个 巴勒斯坦这个 种族的这种行为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 其实背后的深圳寺的原因 非常的复杂呢 就是这个原因 突然一下哈马斯怎么会 有这么强大的 这个反抗的力量出来 而且为什么说我们要感谢 海外版的TikTok 他们的话让我们不为人知的一些真相暴露在眼前 而且把一些国际上的一些复杂的 复杂的世界 让全球都能够看得到 以前的话因为主流媒体 全部都是掌控在犹太家族的手里的 都是掌控在犹太家族 你不管说是美国 英国法国 德国 意大利这样的一些 西班牙这样的一些国家 他们的主流媒体 全部都控制在犹太人的手里 所以他们有一些 就是那种 灭掉种族的那种行为 以前我们都不知道的 因为他们的消息是封锁的 而且只会描绘对他们有利的 然后对他们不利的呢 他们会大肆去宣扬 而且有的时候他会歪曲事实 我们不知道真相 现在我们言论自由 如果通过海外版TikTok 这种抖音的这种平台 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很多真相 就直接的暴露在我们所有人面前 以前我们哪里知道 犹太这个民族的话 做了这么多事情 你现在的话一下都知道了 像犹太民族的话 他们就是这样 以前怎么样去控制欧洲的经济 就是这样啊 他们就是银行业 他占领的银行业 这样的一些金融的 金融的一些高地 然后呢 凤凰去赚钱 赚钱的过后呢 像一些国家那个时候 二战的时候不是很多打仗的 然后国力都消耗掉了 然后要找他们去 他们是大的一些财团 然后找他们借钱 借钱了过后 钱没有办法去偿还 怎么办呢 那就是通过税收啊 就是以权换力嘛 以权换力 所以很多权力就慢慢的有钱 然后转换成了权力 然后他们就控制了很多国家的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所以他们 然后就占据了一些国家的政治的一些决策 所以这又为什么说 各个一些西方的国家的话 为什么会追随美国 他们其实不仅仅说是因为小国 依附大国 而是因为他们主流的一些政界啊 商界啊 他们全部都是犹太家族去控制的 然后呢 他们就相当于是各个集团公司里面的分公司 你这么一说你们大家就就懂了 而这一次的一带一路的国家呢 我们现在已经签订了152个合作国的协议 现在已经有152个国家和我们签订了 一带一路的一些合作协议 所以我们现在一带一路是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 而且的话 把一些西方国家的话都已经就是排除在外 我们自己才再次搭建丝绸之路 我们很多事情的话就是寻求怎么说呢 在新的世界格局 就是重新重新打造一个新的世界格局 应该是这样 我们都是以和平发展为主要的战略方向 和平发展 而不是以侵略掠夺的那种压榨 然后呢 这样的一些方式去掠夺别的国家资产 然后呢去壮大自己的国力 不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很多国家的话就是为什么 愿意选择和我们去合作 参与一带一路 就是这个原因 公平公正和平的去发展 这是基本上是大部分的一些国家的话 他们的一个主要的诉求 现在四分之三的国家的话 都参与到了一带一路国家 总共的话也就 全球的话也就二百出头一点吧 二百一十个国 二百一十个国家左右吧 国家和地区嘛 总共也就是这么多 二百一三吧好像是 现在你想想签订了合作协议的 这就一百五十二个国家 你想想这已经占的 差不多已经到了四分之三了